波罗站刚开始三分钟 一号二号都被我删了 那接下来该轮到对面的三号了 先看看他的阵型 他是一个树本 那直接打了吧 哎呀 我就喜欢打这样子的树本啊 毕竟的话 我是一个有实力的一个主播 像下面的话 这边多头是吧 怎么可以在这里放一个投鼠车 你看这边 直接就可以把兵白皮的啊 然后右边方向可以放我们的勇王 这里给一堵嘈杂 等一下我们南胖就从这里走啊 非常的涩滑 也非常有实力啊 因为啊 这个流派是我最拿手的流派啊 现在我靠 我发誓啊 这四个人绝对是我没有喊的 他们自己是自愿偷看的 好吧 我可以发誓 好吧 我可以用这四个人 十年单身发誓 我没有叫他们 嗯 你看 有一个人他自觉退出了 嗯 延出法锤 天勇的话 只需要点掉对面的这个投石车就行 不是 投石炮就行了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不用给狂暴 毕竟你一个头说咱我们的话 我们五个天使是完全能乱得过来了 这里一个气球 探一下黑脸啊 这里可以放个龙宝端个边啊 哎 这边的话 投石往左边方向走那非常的不错了啊 这里可以放一个网林点掉对面的投石 ok 两分十秒钟前点掉拉过来 石头人跟上蓝胖 气球一直两只三只一直划伤 这个时候的话 你先不要着急给上蛮王你知道吧 或者说你直接让蛮王往中间走也不是不行 来狂暴天使准备转奶了 别着急 这个时候你们看到没 兄弟们天使转奶还转的比较慢啊 这更新之后我发现了一大bug 你知道吗 转不动奶 呃 这 精神你看看 转不动奶 自从这29号更新之后啊 天使转奶转不动啊 现在才开始转奶 哇靠 兄弟 蓝胖都快中天了 你还给他转奶呢 哎呀 我是真服了呀 别倒极往前补一瓶狂暴 这个时候打一波爆发321咱们遮上一手隐身 这个时候蛮王肯定跑过来 这个时候冰冻可以冰在对面的蛮王 擒箭柱和多重剑塔 蓝胖肯定要把主编方向打掉之后 他非常的暴力 你知道吧 兄弟们 他非常的恼怒 这里给一个谈掉 蛮王看一大招 把对面的蛮王打掉这两个猎手 偷一头对面右边方向可以放一个论土 这个时候再补一瓶狂暴 可以把对面大本给冰一下 冰一下之后 右边发现 再可以补一个法师准备收尾 这个时候我们的鱼兵已经解体了 解体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边放 在这里可以放一个弓箭手 在这里也可以放一个弓箭手 蛮王就可以把对面大本给打掉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三星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这个两旁 该轮到对面四号了 看看他的阵型 不用看了 左边方向可以放一个头十 下面点天勇 这里可以给一个操杂 看一下城墙 然后等一下我们来帮就从来进去里面 特别的简单 毕竟它是一个15本 这个 只有一个 大本是16本的这个15本的 我是最喜欢打中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怎么打的了 如果说你16本遇到像这样子的防御的话 我可以让你学一下我是怎么打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怎么打的 到时候的话 大家可以打得得心一手 是吧 气球的话可以探一下黑雷 点一下对面的连弩就行了 右边方向的话可以放一个龙宝是吧 咱们提前断断变啥的 好了 差不多最后一下了 先放石头人再跟男胖啊 跟女王蛮王一起进去啊 雪怪一起进去 男胖先一直划断补上一瓶呃 补上一瓶狂宝 然后跟上一个操杂 然后再跟上一个操杂 它就开两种城墙 对面狂马一激活是吧 咱们就可以给一发冰冻冰一下 然后我们的蛮王就会自己溜边 你看这边去什么 这就是你男胖达到一定的境界的时候 你就会打出这种操作啊 莫名其妙的蛮王正自己走出去了啊 莫名其妙啊 这个时候的话就等着这个男胖把对面的冰人给打掉啊 打掉之后的话往前面走啊 看一下这个男胖怎么走啊 肯定是往右边方向走了 那我们在提前补上一瓶狂玩男胖打一波爆发 打不爆发之后 这个男胖肯定要溜边 你看这个视觉了吗 为什么要开个精神你看 他这一滚啊 把对面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东西给他打掉啊 打掉了之后 男胖肯定会往左边 这个是吧 给一个 是吧 冰冻可以冰一下对面大本是吧 右边方向我们可以补一个论图 这样子的话就非常舒适的把对面的大本给打掉 是吧 它擒天柱虽然都已经激活了 但是没有关系啊 我们后续是可以接着往前面推的 你看这边去冰冻可以冰一下对面的这个擒天柱肉 右边方向可以放一个法师 左边也是野蛮人啊 猎手啊 是吧 王林啊 什么东西的一起给 这样子的话 三一居率就是比较的高的啊 下次的话 大家遇到这种的话就可以用一手男胖打了啊 没有三星的话大家可以找我啊 我给大家补 那别忘了点个赞 我是小兴啊 那我们明天见 拜拜